至于第二个不可能性中的问题 在其他章节已有论证 若将万物归功于独一为一的真主 那么万物就如同一物般简单容易 若要归功于因果和自然 那么一物如同万物般复杂困难 多方的证据已充分证明 我们拿其中的一个作为总结 比如一个人 若成为国王的将军 或者官员便与国王有了联系 这个将军或官员凭借那一联系的力量 能做出超过他自己能力千万倍的事情 有时候甚至以国王的名义 俘虏一位诸侯 因为在执行任务时 他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背负形式所需的 全部装备和兵力 凭借这一联系 国库和整个军队 都是这名将军的后盾 为他提供装备和兵力 即他所作之事 庄严如同国王之事 他的影响辉煌如军队之影响 又好比一只蚂蚁 作为真主的仆从 可以摧毁法老的宫殿 通过那一联系 一只苍蝇 也可以消灭尼姆罗德 同样 通过那一联系 如小麦般细小的松子 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 的确 通过那一联系 那颗种子 获得真主定然的指令 从而展示那些奇妙的任务 若切断那一联系 那么创造那颗种子 所需要的设备 能力和技艺 比用于创造一棵巨大松树的 还要更多 因为山上的那棵 真主大能之作的松树的 所有组成部分的发育程序 必须在松子内的定然之中 因为松子是制造那棵巨松的工厂 松子内定然的松树 通过真主赋予的能力 从而发育成一棵松树 因此 若切断那一联系 那位将军或许被解职 那么他得自己准备 行事所需的装备和物力 这样一来 他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若要求他执行 上述第一种情况中 看似轻松的任务 那么他必须手提一支军队的装备 兼扛整个军工厂 这种说法 甚至是编织荒诞不惊的故事 博人一笑的丑角 也羞于其耻 总之 若将万物归功于绝对存在的真主 就理所当然的容易了 将创造归功于自然 事情就变得极端困难 而且背离理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